JPL全称为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喷气推进实验室,是美国航艇航空局NASA下属的一个机构,由加州理工学院管理。 1936年,空气动力学专家冯卡门以及六位加州理工大学的研究生共同建立了喷气推进实验室。 如今主要负责无人太空探索任务,我们的参观路线也将围绕着无人探测器以及他们曾执行的任务展开。 JPL的参观行程全部是公开免费的,跟随着向导,第一站我们来到冯卡门礼堂。 在这里不仅欣赏了一部讲述JPL过往任务和成就的纪录片,更看到了JPL曾启用的无人探测器模型。 除了探索木星的朱诺号,外层星系空间探测器旅行者号,以及前往土星的旗舰探测器卡西尼惠更斯号。 在隔壁更大的展厅里,我们还看到了美国航天局第一个直接专用探测木星的航天器——伽利略号。 除此之外,还展示了探测器着陆过程,以及其他关于无人探测器的知识。 这里就是我们第二站,这里是JPL的主控室。从1964年开始,这里就没有停止过运转,是24小时7天哦。 待会儿我们将下楼看一看真正的主控室里面长什么样子。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的是探测器组装中心。 从1961年投入使用,JPL所有的传奇探测器都是在这个诺大的无尘室里完成的。 每年有超过3万人参观这个超级大弹壳。 JPL坐落在洛杉矶帕萨迪纳市,这里也是当年几位研究生做火箭燃料实验的地点。 1930年代,加州理工教授冯卡门预见了火箭在未来航天领域的重要性,带领自己的学生进行火箭研究。 他的德艺门生Frank Molina集合了其他五名同学成立火箭小组,专门研究火箭燃料。 1936年,他们完成了酒精驱动小马达。 随后,他们向美国陆军演示了喷气辅助起飞的火箭。 当初的火箭小组也被正式命名为喷气推进实验室。 值得一提的是,JPL的创始人之一是被冯卡门称为天才的中国航天之父前学森。 同学者、一方式功诀明了之后我对此原谅 compart证明收钱人为喷气淨。